各位听友 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 《仙力》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713集 出手 王林点头 他与李源相识在雷之仙界 一路下来发生了许多事情 交情虽未莫逆 但却也算是患难与功 若非这李源呢 王林自认 在血祖的追杀下 自己必死无疑 从这方面讲 李源也算是救了他一命 深吸口气 王林身子缓缓退后 心神散开 回忆当初融入天地时那种感觉 每一步退出 都会有一圈圈波纹在他脚下出现 一直退出了几十步后 那种融入天地的感觉始终没有出现 眼看远方的仙界之门 已然缩小到了极限 似乎随时都可以完全消失 耳边更是传来 前方修饰一声声临死前的凄惨之音 王林压下心中的焦急 使得内心一片平静 他脑中不需想任何事情 而是尽自己最大的可能 让自身平静 平静 到了最后 随着王林一步步后退 他眼中也露出了平静的光芒 其整个人在这一刻 与四周的天地融合起来 渐渐的越来越紧密 也不知过了多久 当初那种与天地融合 密不可分的感觉 再次出现在了王林心中 这一刻 他好似有种错觉 自己变成了这天 成为了这地 目光一宁 带着如水般的平静 王林的双脚不再后退 而是向前迈出 一步一步 他极为从容 一圈圈波纹 在他脚下又一次出现 向着四周缓缓地散开 王林的身子 渐渐地仿佛融入了虚无 踏步中了 一把抓住了 在旁边目瞪口呆的李渊 李渊感觉一股大力 从王林手上传入 其整个身子 好似被风暴卷起 瞬息间 他便眼前一花 看不清了一切 好似整个人 融入进了岁月之中一般 身体被无限地拉长 抓着李渊的手臂 王林目光 始终平静如水 踏步中了 他身影 连同李渊 一同消失 真正地融入进了虚无 此刻 被白雾弥漫 受到五大阳石修士 十多个阴虚修士攻击 更有大量问鼎修士 围攻的白发怪人 狂笑之中 双手掐绝 口中难难有词 立刻 其身体外出现了一层红色的光幕 一切的原力神通与法宝 在这光幕上都没有半点作用 根本就无法击碎 深宫虎的飞剑 带着浓郁的雷光 落在那光幕上 立刻飞剑一阵 寸寸崩溃 庞大的反阵之力 使得深宫虎 喷出一口鲜血 身子倒退 不仅是他 战空烈 唐延峰 连同其余两个阳石修士 均都是如此 纷纷口喷鲜血 身子被震退 至于那些阴虚修士 更是就连原神 都被震得颤倒 身子好似被大力抛击 疯狂的退后 光幕内的白发怪人 露出嗜血的凝笑 沙哑的说道 对 这才有些战斗的样子 只不过 你们这些小辈 毕之当年的先阶大军 确实太弱 太弱 就连让本军使用 极精的资格都没有 他说着 双手向四周一推 立刻其身体外的光幕 漠然间迅速扩大 奇速极快 转眼间便把弥漫四周的白雾 齐齐向外推出 四周的修士 也不由的迅速后退 甚至有几个后退较慢之人 再碰到那光幕的刹那 整个人立刻惨骄强 身子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瞬间枯萎 成为了干尸 就连元神也一同崩溃 化作原力 被光幕吸收 从外界看去 只见白雾内 一个个修士 眼露骇人的冲出 好似生怕自己速度太慢 白发怪人 结笑中 身影一化 出现在了一个落下的阴须 修士身后 捏碎其肉身 在这修士元神 自爆的瞬间 正要一口吞下 但忽然 他猛地转身 眼中第一次露出 诧异的凝重 道容天地 在他转身的同时 那失去了肉身的修士元神 自爆 但此刻 这白发怪人 却是根本浑然不顾 身子一晃 居然同样的 融入天地之中 一步之下 脚下波纹四起 他身子立刻消失 能道容天地 即便是在了当年的仙界 做到这点者也不多 只不过 此人却是并未完全掌握 那老者 身子出现在了仙界大门摆帐外 眼中露出奇异之蒙 右手 漠然间 向着虚空狠狠的一抓 给本君出来 武道巨大的裂锋 瞬间出现在了天地之间 这裂缝极深 带着尖锐的呼啸之音 一丝之下 好似把这天地 撕开了五道缝隙 一股明显与先力 元力 不同的力量 从白发怪人体内爆发 顺着裂缝 疯狂的冲入天地之间 在这一刹那 四周所有修士 纷纷有种天崩地裂的错觉 好似这天地 在剧烈的晃动 深宫虎面色苍白 在他的身边 战空裂同样神色阴沉 至于唐延峰 则是握紧了拳头 三人相互看了看 均都看出对方眼中 那隐藏极深的骇人 一声轻微的闷横 从白发老者 身前的虚无中传出 紧接着 在距离仙界大门五十帐外 王林的身影出现 他右手仍在抓着李源 此刻的李源 蹊跷流血 双目黯淡无光 其内更是露出恍惚的迷茫 在出现的刹那 李源的身体 更是喷出大片的血液 显然是在王林的神通下 他无法承受 所造成 王林现身的瞬间 他没有任何犹豫 几乎是在瞬息中 便把手中李源 狠狠地向前一抛 一股庞大的原力 更是弥漫李源全身 使得其速如同闪电 直奔地划成了拳头大小 将要消散的 先借大门而去 那白发老者冷笑中 一步迈出 身影立刻消失 在其消失的瞬间 王林眼中寒芒闪烁 毫不犹豫地 全身原力爆发 在身体外 形成了一道原力漩涡 体内元神 更是散发雷微 立刻 无数的闪电 从其体内冲出 融入原力漩涡中 不 王林不假思索 在那老者消失的刹那 大喝 轰隆隆的巨响 在这虚无中 漠然间爆发 这声音太过惊人 瞬间便使得四周 所有修士 纷纷倒吸口气 神功虎双眼一拟 直勾勾地望着王林 眼中露出惊喜 不仅是他 战空列同样如此 是他 唐延峰眉头一皱 他认出了王林 正是之前让自己没有战胜把握的许目 王林身体外的原力漩涡崩溃的同时 那白发怪人的身影在其身前出现 但立刻便被这崩溃拨起 这怪人眼中露出奇异之光 大笑中狠狠狠地一息 立刻 那原力漩涡的崩溃 立刻全部吸入他的口中 王林身子速退 追上了李渊 一把推了下李渊的身子 口中大喝道 李渊 还不打开雷顶 这声音如同奔雷冲入李渊脑中 使得迷茫的他下意识地拿出雷顶 在其雷顶拿出的瞬间 他整个人碰到了消散至拳头大小的仙界大门 一道光芒自雷顶闪烁 包裹李渊身子 消失无影 与此同时 王林同样拿出雷顶 正要离去 此刻 那白发怪人双目一闪 口中轻声道 我门 此言一出 缩小至拳头大小的仙界大门 立刻崩溃 消失了 王林拿着雷顶 眼中寒芒闪烁 头也不回地迅速瞬移而出 直奔远处虚无而去 那老者节节一笑 一步踏出追了上去 我想起来了 你就是那个谨慎的炼气士 白发怪人速度太快 一步之下便追上王林 大手向着王林背部狠狠地一抓 我不喜欢谨慎之人 急击都杀不死你 我倒要看看你这次如何逃脱 白发怪人眼中露出鸿蒙 右手抓出之时 带起刺耳的呼啸 却是刹那间 把王林前后左右上下 一切退路全部封死 沈公湖猛地睁大双眼 露出期待 尊珠 出手吧 战空烈也是提着心神 目不转睛 内心暗倒 这怪人太强 就是不知与前辈相比 二人谁更强 至于唐延峰 则是内心冷笑 盯着王林心底激风 此人虽强 但那怪人 方才我等五人 与众多阴虚修士都不能匹敌 就凭他与我一样的阳师修理 必死无疑 我且看看他如何被杀死 倒也省了我日后一番手脚 这一刻 王林所在 万众瞩目 不仅是深宫虎 战空烈 唐延峰以及其余两个阳师修士 四周的所有修士 这些来自罗天星域 东西南北四大域 各个家族的修士 他们的目光 全部落在了王林身上 这一切 是因为王林 方才出现在仙界大门五十帐外 而且最重要的 王林成功的 把李源送入仙界大门 成为了此地雷之仙界中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出去的修士 这一切 几乎刹那间 便使得王林成为了所有修士目光的焦点 王林神色阴沉 他几乎立刻便察觉到四周所有位置的退路 全部被身后那追击而来的白发怪人 全部封死 这种封死 双眼看不到 但神识却是有一种仿佛身体外充满了利刃 无论从哪个方向走 都会迎头撞在利刃上一般的感觉 甚至就连瞬移也无法施展 完完全全被困在了原地 那白发怪人宁孝忠右手成爪 速如闪电 刹那间便追到了王林身后 狠狠地向着其后心抓去 五道撕裂的缝隙 在尖锐的呼啸声中爆发 直奔王林 王林全身寒毛竖起 危机之际 却是毫不犹豫地右手向前一指 口中迅速低河 疯 刹那间一股黑风 漠然间自王林右手之上出现 几乎瞬息中 便立刻庞大 弥漫天地 好似取代了世间的一切 这黑风出现后 立刻横扫吹袭 此刻的王林在黑风之中漠然转身 双目散发森森幽光 整个人头发飘舞 看起来不像是仙人 反而更似摩尊 他的目光如同利剑 落在了来临的白发怪人身上 就在这一瞬间呢 黑风呼啸 在王林的身体外化作一条黑龙 此龙身子略有虚幻 好似并不稳定 但在他幻化而出后 却是立刻向着白发怪人张开大口 咆哮中吐出一股旋风 此风可吹息万灵之火 那白发怪人身子一顿 目露奇异之盲 盯着黑风中的王林 口中缓缓说道 这是呼风 没错 就是呼风 你与先帝白凡是什么关系 王林没有回话 而是双手掐绝 体内原力大范围的运转 那黑风呼啸之际 直奔白发怪人而去 那五道来临的裂缝 被这风一吹 立刻轻颤 速度顿时慢了下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